第二个议题 鱼缸转型海洋休闲 那这里谈人我们邀请到行政院农委会我们渔业署的蔡日耀蔡署长 那我们掌声欢迎蔡署长 我们从海洋休闲的角度来去谈 法院部官长 林市长 郑校长 我们法院检查委员 张校长 还有我们蔡总经理 我这边特别有看到我们老朋友 好朋友 刘建农 也就是说我们原来是首的前部首长 那我们今天关心海洋城市的各位嘉宾 非常的高兴 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聊一聊 有关于这个渔港的转型 海洋的休闲 那基隆这个地方对我来讲 等于是这个便宜我 印语我的地方 那因为我过去在大学的时候 还有研究所都是海大的 所以我江教掌的 对我呢 也有这个在教育上的这一种这个 努力的这样子来别致 那其实我低温的工作 就是在基隆也在基隆 也就是目前的水产事业首 那所以在我的这个 职业的心态上来讲 基隆对我 是等于是我的基础 是基隆这边这个打出来的 那所以我对基隆还是有非常深厚的一些感情 永远也 我们是说永远还是想念 还是想念这个地方 那虽然我的工作现在是在台北 但是呢 这个有机会来基隆的话 我都会想要来 那今天呢 陈明湖官长这个 特别的这个邀请 所以我就 很爽快的就大力了 好 那我今天跟各位聊的 就是有关于这一块 那 我们想是说 这个过去啊 过去我们大家对于渔港 然后觉得是说 它是一个偏眼 然后脏乱 还有这个心臭味 只有一船 当然这个话 就是说这个海岸线的 对海岸线的这个使用上来讲呢 长期的在使用呢 那 我现在往过来看 就是说 海洋的这个休闲呢 目前我们心目中 都会觉得是说 会把过去的渔港的这种 这个景象呢 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变 变成说 它海滩是漂亮的 那这个海景也是无敌的 那另外呢 冲浪啊 还有这个渔乐渔船啊 包括赏金 海调 还有这个登岛 绕岛 以及呢 各种的这种这个海洋相关的这个沁典 目前我们的印象中是这样 如果从这边跟这边做一个比较的话 大家会觉得是说 确实是有不同以往 那 我们讲 这些 这些就让大家再看一下 就是过去啊 过去 台湾确实是一个 好像 我们碰到的水呢 就不敢下房间前进 那为什么 因为过去确实有很长时间的 所谓的这种戒严 那这种戒严呢 海上呢 包括海域 包括海边 潮电带 都没有办法去 我还记得 我们曾经在学校啊 那晚上有时候会去沿这个夜游嘛 到了海边呢 就 一到海边呢 这个光线就打过来 我们就蹲下啦 就有人走过来 你们做什么的 我说 我们来这边夜游的 大家知道 可能大家没有体会到这种这个情景啦 那 所以这个海岸线是封闭的 那我们就是说 远离了 我们的人类 就远离了海岸 然后远离了这个海洋 那目前呢 看起来是说 海岸线是开放的 那这个休闲的这个旅游呢 这个需求呢 也增加了 那所以 台湾的这种 这个发展成为呢 目前呢 就是要去了解这个海 来亲近海 以及呢 到最后的话 就是爱上这样一个海 也就是说 我们是希望它成为一个海洋的一个国家啦 那 从 我们 从 我们看一下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从这个路上来来跳海洋的话 这个过去到是这样 那现在的话 我们往过来 不从海上 不从路上看 而从海上来欣赏我们台湾港 大家看一下就是说 其实台湾这个整个这个海岸线呢 是非常的这一种 这个漂亮 好 那 过去啊 这个渔港 在台湾里面呢 确实扮演一个 非常的这种 重要的这种 这个角色啊 我们讲的这个 渔业 是我们的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产业 那 渔港呢 其实啊 就是 渔 渔船 还有各种呢 这个渔业的这种活动呢 它主要的一些 一些根基地啦 一些根基地 那 我们 渔港给大家的一个印象说 啊 渔港很多 那其实过去的话 确实是 有大概有两百 两百几个 四十几个渔港 那目前 现在有两百二十五个渔港 然后有减掉了这个二十 二十五个这个渔港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 渔港 过去的话就好像是破坏海岸线的一个凶手啊 好像过去有这样一个人 但是现在 我要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讲 其实 渔港 大概占了我们台湾海岸线里面 大概百分之六 只有百分之六的这个海岸线 那这个其他的话 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港湾的使用 那不在渔港里面 那过去大家会觉得是说 好像是说一个村庄要有一个渔港 尤其是渔港 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但是呢 目前这种现象呢 我们现在已经做一些很大的一个改变 我们对整个这个渔港的政策呢 会重新来做一些检讨 那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这些计量 我就不跟各位这个说明 我就很快的跟社会再讲一下 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两百这个二十四处啊 那这当中呢 这个具有规模 设置比较完善的 有四十八处啊 那出具于这个外国的这种小型的渔港呢 像这有一百这个四十九处 那另外还有二十七处呢 它是属于单体或是只有这个遗传道的这种设施 比较简易的这样一个状况 那当中 这个一列渔港 有九处 那在基隆呢 就包括了八楼子的渔港 跟正面渔港 有两个地方 那第二的渔港 有两百一十五 那是属于地方 就限制政府主管的这个渔港 那在我们的基隆呢 也有不少啊 那我说 渔港的这个政策有改变 就在这九十七年的时候呢 实际上就发布了永绪海岸的这个整体的这种方案 那当初的话就是说 将原有的渔港的这种空间朝向多元化的这个方向 来进行规划 但是呢 不要再这个新建或是扩建渔港 有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对于现有的渔港的功能呢 如果它不脏的话呢 要做一些转型 那也要兼顾到这个渔民的这种这个权益 那当然目前 我就说马总统呢 大概提出了爱台十二巷的建设 那特别呢 倡议了所谓的这个海岸的这个新增 所以要改造传统的渔港 然后让它捐具渔业 以及呢 就休闲观光 现代化的渔港 所以呢 要松绑沿岸的这个游艇观光呢 这样的一个限制 那 基本上来讲 这个渔港过去都是渔业在使用 但是呢 目前我们还是会渔业的这个使用 这个有优先 但是呢 这个渔业这个没有办法 不是很完全使用的这种情况 它有这个空余的这种空间的话呢 那这一部分呢 贞得渔民的同意 那要把它转型成为多功能渔港的这种这个发展 那就以渔港为中心呢 来发展海岸 还有就是说海洋休闲的这种 这种一个产业的这种活动 那这边的话 大家就聊 包括了油漆 包括了这个渔业 包括了这个渔丁 跟其他人都会在一起 那整个呢 我们的这个渔业的这种的话 过去的话 是传统的这个渔港 所以纯粹大概都是渔业在用 那后面的发展 后面的话有这个渔港的这个 绿化 公园 还有渔村 所以呢 变成了这个休闲的渔港 那后来我们要加上了这种新的要素 包括渔港的这个观光的渔业 跟娱乐宴 所以呢 它也就转换 成为这个观光的这个渔港 那后面我们现在有做三个隔天码斗 包括了 基隆的这个必杀 以及呢 这个 宜兰的巫石 还有 呃 台南的这个安平 那所以呢 它又变成一个比较多元的 那其实我们大的一个目标是希望 那渔港跟这个都市啊 能够结合起来 也就是说 包括它的海岸的活动 海域的游戏以及文化的这个教育呢 都能够呢 希望呢 像基隆这样的话 它是一个 呃 这个海洋的一个城市 那以渔港为中心啊 来发展 这个海洋修宣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啊 那过去 我们在这方面确实做了一些努力啦 那过去可能各位也了解到是说 我们办过了这个十大魅力渔港的这种这个 选拔啊 那其实当初的话 其实也是无心插流 然后流程印啊 那后来 因为这个办了以后呢 这个社会上就回响也很热闹 那最大的并不是说把这十个渔港选出来 而是这个每年十个渔港捡出来以后呢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把人杂带进来 但是人杂带进来以后 还还在于就是说 使用的人呢 对这个渔港会有批评 那这个批评我们就知道这个渔港的缺点在哪里 那根据呢 这个批评呢 我们来改善 那渔港里面的相关的这种环境 那甚至于我们的这个消保 这个小区会啊 就说这个消保官啊 也会关心 渔港里面的这种这个 这个自备啦 环境啦 卫生啦 好或是不好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确实是 呃 有这样的一个 我们讲是说 不是投入 而是有产租 那产租以后呢 它长期的效益 以及呢 最后面的这个影响 这个才重要 这才重要 那当然 巴罗子确实 获得 当初老板也获得获奖 是蛮好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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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渔港 好 那渔港里面 呃 我们讲说我们规划了 这个呃 游艇的博具 其实 很多人都会问我们 为什么我们渔港 要做这个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 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博地 渔港博地 确实 从渔业上的这个使用呢 并不能充分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要让他们一起转型 那我们左手跟右手 都是在我们的使用里面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才有办法 如果说我们把渔港 这个呃 里面的这些博具呢 让 这种公共单位 或是 这个交通单位去做建设的话 它没有办法去调和 移民的这个需求 我们怎么做 我们说说 我如果我在 我们在这个渔港里面呢 做了这个油田的码头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给了移业 传统的移业 在建设方面呢 也通识 给他 如果不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移民呢 会有不同的这些声音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做了这个 做这三个地方 那在基隆 八楼子这边的话 你知道它 Unversia 这条船呢 其实它在造架 原始的造架 就是近来比三十几亿 它能够靠近它 那这样这个 这个的话大概是说 这个三五亿的这种这个造架 那包括大陆的话呢 还有Boss 这些船呢 都曾经停到这里面来 好 那这个是过去 他们停到进来里面的 我们讲是说 像 像这条的话 就是Unversia 这种船 那海岸的这种 这个油漆的话 那包括了 这个娱乐游业 娱乐游业 娱乐游业 那去做海钓 还有赏金 以及登岛绕 另外 还有就是说 渡货指甲松金 油艇的码头 还有全聚警官的这种例外 以及呢 跟周边的这个油漆资源的这个结合 形成一个油漆弹 这边我跟各位 特别做一个说明 基隆 那本来就是 土地比较少 那有土地的话 有很多都是在山区里面 但是呢 八楼池这个地方 我们做了一港以后呢 我们特别 把一些绿地 留下来 我们如果说 大家看到 这个假期的时候 那因为有绿地 所以呢 这个亲子的活动呢 父母亲呢 就是长辈呢 就带着这个 这个小孩子 或是这个孙子 在这个地方去游戏 其实我觉得是说 八楼池里面 我们一港 对市民的这个活动上呢 能够加一个贡献呢 这是我们当初所想到 所留 特别留下来的 那一港的这种 一村的这个再生的计划 那刚刚我们 张校长有特别提到 就是说 这个文创文化 这一块呢 那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就是 这个休闲医院 那包括了 产业的这种庆典 以及生态活动 这方面的这种工作呢 我们都陆陆续续 有在做这种这个推广 那当然我们 记录这块 这个地方呢 也是我们的这个工作 的范围之一 那 海岸休闲 我们 曾经也做过一些统计 因为 你做了一些我们讲 是说 有时候 有讲个小故事 有时候 就有时 有一个朋友 他小孩子 大概就是说 因为 考试的这个成绩并不理想 大概就是在这个60分上下 那在这种情况 当家长的就 就会紧张 所以后来就说好 那把这种小孩子送去 补习班 念书 那大概每一个月 可能要花了5000块 那这一年 那三流化下来以后 那这个成绩呢 都慢慢的就就有增加 都要考到六十八分 或是七十分 那这个5000块的这个投入 以及呢 母亲每天去接受 那到最后 他的这个成绩呢 有进步 那他可以毕业 如果他 这5000块没有做进去的话 那或许呢 他毕不了一年 他毕了一年以后 他去考试 就参加这个大学的这个考试呢 然后呢 进到这个学校里面去 那后来这个学校很不错 那所以这个也就是说 后面的一个效益 短期的效益是他 学校的学期的成绩有增加 那长期的效益呢 他能够考上大学 但是呢 到最后 那念了研究所 那到最后 那后来呢 就是有考上的工资 找摸得一份 这个比较好的一个 就是稳定的一个工作 稳定的一个工作 那这个就是 除了长期的效益以外 对他人生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意想 一个意想 这我们也当然 就是说 投注了下去以后 那我们要了解到 是说 我们到底投了以后 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效益出现 所以我们也都委托了一些 学者 一些专家 帮我们做了一些 抽烟 还有就是做了一些统计 大致上 我们如果说 礼拜 这个03年来看 从事海外休闲 渔业的这种 人 大概有 1,121万人 那这当中 搭乘一乐一船的 大概有 146万 的这些人 那这种 有所谓的这种赏金 还有海钓 以及海上生态观光 甚至于还有一些 西湖的这些观光 那当然这里面 出乎大概每一年的这个 大概有38亿 这样有这么多的一个 那在渔港里面 来享受海洋的这种游戏 我们大概就是 我说是说 以这个八楼市 来做一个 做一个例子 那这里面的话 这个包括了 我们所谓的 这个有娱乐遗传 那有这种景观的这种免化 以及呢 环境的这种整洁 还有就是说 这个游艇的这种码头 周边的游汽 还有直销 这种中心 那其实在 当然如果 当以渔港来看的话 在这渔港里面 确实 可以提供的一些 休闲游戏的这样的一个 一些活动 那如果 刚刚我们 黄建桃委员 还有我们张校长 特别也提到 也就是说 我们从 那边 那边 八指南那边就是 河滨岛那边 然后一直拉过来 拉到这边 然后到潮信公园那一块 那这里面 我们渔港里面呢 很高兴能够扮演一些角色 能够扮演一些角色 那当然就是如果 这个刚刚 校长以及 黄建桃委所提到的 耳后 如果能够 这个 非常顺利的 来执行的话 我想 最快的 我们渔业最快呢 我们希望更能够办理 更积极的一些角色 那我们也期待 这些呢 能够成功 那渔港呢 八楼子渔港的这种 建港的历程 我这边就 不再做特别的说明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渔港里面 渔港里面 在这一个 港部的 右手边这一块的话 那是传统的这个 鱼岩 传统的鱼岩在使用 那这边这一块呢 大概就是游戚鱼岩 在使用 所以这边是我们的遗传 在停泊 那在这有一个直销中心 可能各位都会很了解 直销中心 那这边呢 就是我们遗伦遗传的这个 马头 那这一块 就是 这个渔田的马头 渔田的马头 那这边呢 有很多我刚刚提到 有很多的利益呢 我们都把它这个 这个保留下来 所以 我们看一下就是说 这个 从渔港的这个鱼看渡来看呢 大概也能够了解到 这个八楼子渔港里面的 那我们这边还特别 这个 有时候我们就觉得 这个到了下去的时候 在 我们八楼子外面的这种 离岸体 那就是说那个 附地上面 有很多人 起到很多人 在那边这种钓鱼 那其实呢 有危险性 后来我们就 把这个做一些 做一些 做一些准备以后呢 那其实我们 这个钓鱼上呢 非常的安全 那游艇的马头 还有这种直销中心 以及呢 我们叫海公号 海公号 就是随时走的海公号 那我曾经也跟着这一条船出去 那现在的话在这边 那也变成是说 它这个工程 升退以后的话 那这个地方 让我们永远来 能够代表 那在这个他的这个正前方 也有一些烈士 海公号里面相关的这种文物的 一些展览 那其实基隆 这个港口 我觉得基隆市政府的同仁 非常的这个卖力 也很用心 他们规划了一些 所缓计里面 一系列的这种活动 那这个我们 可能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很清楚 那我就不特别的做说明 但是呢 我要肯定 就是这个团队 尤其在这个 林市长的这种 这个领导之下 确实啊 做了很多的这种 这个工作 好 那周边的资源 这一块 刚刚我们 张校长大概也谈过了 那我就这边就 就就把它这个略过 那 这样子就说 这个渔港 他 我们所期待 是希望 除了渔业的这种使用以外呢 他能够呢 这个兼具到 所谓的海岸休闲 的这种 这个活动呢 都能够这个扮演 更积极的一个小事 来吸引 我们以爱海洋的这些国人呢 能够前来呢 以渔港 这个为 为中心 然后去呢 这个体验 海洋休闲 相关的这种 这个活动 那很简单 跟各位做一些说明 那 请各位多多指教 谢谢各位 谢谢 我们今天太局长 为我们带来的 渔港转型 海洋休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